你好,突發揭露,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月26日,大家好 昨天李家超上了立法會,做答問會 答議員問題搞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李家超仍然不肯透露23條的諮詢期 什麼時候開始 但是他就說,23條越早立,國家少一分風險 香港就會少一分風險 又在說循循善友,又說,喂 香港人實在太低估國安,太君子,什麼什麼什麼 接著就說要成立一些應變反駁隊,待會詳細說 就是說,李家超就預備23條,預備到最後的階段 這個諮詢就出來的了 但是呢,就是不能說 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諮詢的日期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為什麼這麼秘密呢 在立法會,我想他會公佈的了 不能說 等一下會跟大家討論一下為什麼這麼神秘 第二件事 就是普京寫了一個法令 這個法令我覺得是非同小可的 那些俄文來的 我不相信大陸這些是混蛋了 就是說,普京是對前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時期喪失的領土 有一個特別的法令 等一下再說 好,我們先進正題以先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來 其實我在答問會裡看到陳家沛跟葉劉的口水尾 就猛地說 喂,為什麼 我們的旅遊 就是體育、旅遊及文化 那個局長,楊潤雄 為什麼不努力爭取Taylor Smith 又或者不同的所謂的歌聲 就是世界天王巨星 就是世界天王巨星 今天呢 就是11月25日 昨天呢 陳家沛就提了Beyonce 只是說Taylor Smith 就比較寡 就說了Beyonce Beyonce現在很紅嗎? 已經過了氣了 但是不要理 Taylor Smith就真的叫做 還是很紅的 但是問題是 許葉劉就說 哎呀,我們香港已經吃虧了 被新加坡搶了 但是我理解呢 在美國的娛樂界呢 我統稱就叫做 荷里活 Hollywood 在美國的娛樂界來說呢 其實一直都是深受猶太人控制的 今天呢 香港呢 股市呢 就好一點的 上回萬六點 我們呢 覺得 哎 沒那麼差了 因為呢 那時候 跌穿萬五 我會覺得 大家恐慌 很不開心 但是我 很早已經說了 這個萬五點跌穿 是一個不合理的行為 純粹 有人 蝕著本 都堅強沽爛香港 這樣 這個是指向的 就是美國啦 現在葉劉就不斷推介 這些美國 流行歌聲 美國 在香港 抽走資金 蝕著錢去沽 那可能呢 在一些的 可能在那個旗子那裡賺回來 不要理他了 那別人 美國 這麼針對香港 因為香港呢 審黎智英 因為香港搞二十三條 那別人怎麼會放 Paisler Street 來香港呢 新加坡 啊 很明顯還是 就是可以說 比較 直接說 就是美國走狗的國家 來的 新加坡的崛起呢 跟美國 啊 很有相關 整個新加坡 基本上呢 就算以華人這麼多數都好 他主導的語言 是 是 英文 雖然有些人就說他的英文呢 就有一些新加坡美 但是什麼都好了 就是告訴你 人家 新加坡呢 就是 還是美國 乾脆 來的 但是現在香港呢 就不給你這麼多控制了 所以有國安法 喂 大哥啊 人家鬼佬怎麼會放這些流行明星來香港的啊 大哥 如果這麼重要的明星 永遠都是講政治的啊 他們都是在抹黑香港 又說不民主啊 沒有人權啊 那他們 背割香港 就在代表著 他們就說 哎呀 香港這個這麼壞的地方 沒有了香港 就去新加坡咯 喂 為什麼你葉劉慢那麼吹捧啊 啊 這些美國的歌聲和你那些 你什麼居心呢 你猜爭取就會爭取到了嗎 啊 你去爭取的時候 人家侮辱你 香港政府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喂 你不要做漢奸啊 你 即是某個程度上 某個程度上 某個程度上呢 我覺得你葉劉呢 是一個AO 啊 特首就說你呢 解說 這個 這個 23條呢 肯定呢 你是會有一定的能力的 跟著你的黨員呢 黎動角是前保安局局長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都說 特首請你們兩個去幫忙 是去解說23條的推展 但是 你做實務 某個程度上 葉劉一定是有一定的能力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AO 但是你政治是白痴的 人家美國現在在玩我們香港嘛 在打金融戰嘛 還說叫他們派個明星來香港唱歌 幫我們賺錢 你是不是瘋的啊 是吧 你沒腦了 不要說這麼多話啦 人頭豬 我們轉回話題 說回23條先 其實呢 當年 2003年的 立23條的時候呢 在香港最差的時候 因為當時呢 就有沙士啦 是不是啊 跟著呢 美國的科網會爆破啦 2001年的 那時候就有911啦 這樣 911一爆呢 跟著就香港很差 那好像2002年呢 那時候美國呢 就去到股市最低位 因為有個叫安農案啊 就是一些很 總之不要管啦 總之我說聽 美股最低潮是2002年 那但是無論怎樣都好啊 01 02 03 那現在 香港呢 自然經濟得很差 就未必說 鬼佬很明顯呢 推倒他 但是你說 哎呀 那個沙士呢 會不會都是啊 都是人家新發展呢 現在我們都在懷疑著的 但是不要管啦 當時03年呢 經濟是很差的 所以呢 反23條很容易被煽動起出來 明白嗎 煽動到大家呢 好像 不理了 都未必知道23條說什麼 總之現在經濟差 我有個23條這件事去反對 我就撲了出來 50萬人出來 示威反23條 其實呢 香港呢 好像重複呢 03年的情況 這個很明顯就是 西方的勢力打金融戰 就希望呢 就是說 你立23條嘛 我就肯定困難你香港啦 搞到香港 氣氛很差 你立23條的時候 他容易煽動 到一些問題出來 但是呢 在 我們 我們知道啦 24 25號都是一個大反彈來的 就因為呢 1月24號呢 就是 人行 就是阿爺那邊 在北京那邊 人民銀行宣佈 2月5號會降準 0.5的百分點 就是半厘 這個降準半厘呢 是會釋放過萬億人民幣出來 阿爺呢 用這個消息呢 告訴你將有一萬億票出來 但事實呢 很明顯就有一股力量 就是 就是 就護住香港的盤 看來呢 經過兩天的發展呢 第一天 升完五百多呢 跟著呢 1月25日 昨天呢 再升穿萬六 看來阿爺呢 為了立23條呢 跟你鬼佬呢 開始 拼命的了 即是說 他不會被港股 再 剷下去 即是說呢 你按到萬五呢 就完的了 因為要搞23條 如果香港的股市 還是這麼低殘 那如果你 去立23條的話 只要重複03年 那個很差的警方 所以中央也聞到一股氣 嘩 嘩 15點了 現在 在底裏 我現在說了 15點不准下 因為 他們鬼佬呢 在2022年的10月呢 那時候推過一次 14600 那現在阿爺就一句說完了 你14800或者14900 完了 剛剛穿完15點 我就在底位炒上去 嘩 我相信呢 港股的低位呢 完了 即是說 鐵底來的了 你就算鬼佬 用很大力 跟你玩金融戰也好 阿爺都會死撐 不會被他穿萬五的了 現在阿爺的地方就說 我要立23條 不可以讓香港股市太難太醜樣 太難太醜樣的話 只會讓你鬼佬有空間 煽動香港人 反對23條而已 不想重複03年發生的事情 現在阿爺呢 我很明顯呢 李家超 不說什麼時候做諮詢 我相信呢 現在 什麼時候做23條諮詢 這件事情 是上了去 這個 七常委那個圈裡 在談 就是說呢 李家超 沒有權 去宣佈幾時 出23條 因為呢 現在是習近平親自要決定那個時間 習近平一日還沒按那個按鈕 李家超不可以提 現在李家超在等著 啊 就是呢 上面說話 就是這樣啦 無論怎樣也好 就是現在的情況呢 可以說23條是一個很 某程度上是一個很高層次的事情來的 就是說呢 不只是 就是這個 這個 呃 這個丁薛祥那個層次 丁薛祥就是管呢 港澳小組的常委來的 但是現在不止丁薛祥那個層次的了 那以前呢 搞逃犯條例 就是韓正 因為韓正是 港澳小組的組長 但是現在 閒的形勢完全不是好 不只是這個回事的了 是習近平親自干預的了 常委會在談著 就是說呢 23條的諮詢出的時候呢 可能有一大堆東西一起 和23條諮詢同時出現 去衝起 現在中央呢 可能是想一大堆東西 去怎樣 去炒旺香港的經濟 不給那麽仇雲慘淡 就是說呢 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上到幾高啦 是不是啊 萬五點 炒上去 那中央都賺錢啦 你推到這麽低 我收了那些貨回來 我要推上去 就很容易而已嘛 是不是啊 阿爺會推上去多高呢 我不知道 你好像說 你是不是在講財經 其實是混合來講的啊 大哥 很明顯阿爺就是 不想 仇雲慘淡去玩 去推23條 我相信呢 那些平準基金呢 看來呢 是真的 這2萬億 即是說呢 A股都不給它那麽殘啦 A股呢 可能上證2800呢 推上去啦 我想起碼過3000啦 但是我很保守啊 推了上去之後 A股動 那可能 去回港股也好些 可能 我猜啦 我覺得 我最保守的 2萬點 就比較正常些 香港人見到 2萬點的氣氛都不是那麽差啦 那當然啦 喂 大哥 我 我 我不是習近平 心裏面那條蟲啊 鬼知道要推到幾高嗎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我 如果我有餘錢的話 16000點我真的隨便買少少都 我想都撿到一二千點吧 我就是這樣想啦 這個不是投資意見 即是說呢 阿爺不會給股市低殘 殘到現在15000點去推23條 因為他不想失敗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啦 現在李家超完全等阿爺 最後發版 這個最後發版 2月1號可能是假消息來的 即是可能 你說啊 何志光傳了假消息 不怕啦 因為我看TVB說 農曆新靈前要推 那我唯有這樣猜啦 是不是 但是看來呢 這件事情 連李家超自己都不把握得很exactly 是 中央發版 所以呢 李家超不敢說話 這個位置呢 我先說這麼多 除了這23條之外呢 我想 俄羅斯的行為呢 我覺得呢 都挺特別的 因為他說呢 對於前蘇聯時期的這個法令呢 我剛剛這樣寫了啦 寫俄韻我不懂啦 那些人就說 他的法令就說 在沙俄時代 和前蘇聯時代賣出的財產 就是說如果有些賤價賣出的財產 和交換的土地 均為非法 就是說呢 可能呢 俄羅斯呢 可能會 講起財產的話呢 我第一件事就想到 他會不會 對那個時候呢 九十年代呢 震蕩療法 找到很多錢的寡頭 再進一步清算呢 這樣 就是說普京的時代 有一些寡頭崛起 那些寡頭呢 普京扶植的 無所謂啦 但是有一些舊的寡頭呢 可能他會再追究的 啊 就是可能有一些 大的寡頭被他打到七七八八的了 但是有一些小的寡頭呢 他還沒清 那就是呢 可能會去追究的 啊 但是呢 如果你說講起呢 說俄羅斯當時 曾經 沙俄呢 就說 賣過一些領土 賣了阿拉斯膠 那阿拉斯膠 俄羅斯是不是 就是說 不是很承認 這個 指向就是阿拉斯加啦 另外指向呢 俄羅斯的時候呢 俄羅斯帝國啊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呢 你不要說波羅的海三國啊 芬蘭都是 俄羅斯領土啊 路友 另外呢 波蘭呢 有一大部分啊 因為那時候呢 波蘭呢 是忘了國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其實呢 這個法令呢 大家聯想起 波蘭和芬蘭的問題 俄羅斯說這件事是什麼呢 因為 我們知道北約呢 就現在呢 搞了一些軍演啊 就和俄羅斯呢 在恐嚇俄羅斯 俄羅斯恐嚇回去 這樣 當然啦 你這樣說完之後呢 俄羅斯 看來的方法來講呢 他會用自己的節奏去打仗 但是 俄烏戰爭 會打多久呢 大家未必想像到的 俄羅斯 真的呢 那時候呢 兩伊戰爭 打了呢 是 好像是八年左右 就是說呢 你說呢 美國打的阿富汗戰爭 打了二十年 蘇聯打阿富汗戰爭 打了十年 我可以說一句呢 俄羅斯呢 已經呢 可以說一句 就是和猶太人翻了面 就是和右翼的猶太人 就是內塔利亞湖 那其實 特朗普和俄羅斯 鬥搭到呢 主要是經內塔利亞湖那條線 那大問題就是 在俄烏戰爭之後 譬如說 在中東爆發了 這個巴勒斯坦 就是哈馬斯 撥擊以色列 那樣 10月7號9年 其實呢 在這個過程裏面 俄羅斯呢 做了很多動作呢 是支持伊斯蘭世界呢 打以色列的 所以呢 你說特朗普上台 可以說 廿四小時去 完結 俄烏戰爭呢 我覺得已經 沒有可能的了 甚至俄羅斯 現在擺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會 會 可能繼續挑撥呢 你支持你中東的伊斯蘭世界 那20億人 跟你以色列作對 某個程度上呢 繼續推進的過程裡面呢 俄羅斯是會混水摸魚的 可能呢 譬如說 如果你波蘭不會死的話呢 它說 理論上是可以打它的 芬蘭這些呢 你不要恃著加入北約呢 嘴嘴嘴嘴 不排除會動它 那更何況 波羅的海三角啦 那當然啦 如果是這樣說的 俄羅斯看的方向 可能會 戰爭呢 打很多年 不是你想像中 哎呀 2024 啊 就打完 我覺得2024呢 由於俄羅斯打得慢 但是主要就是要殺多一些人 消滅烏克蘭的有生力量 的 烏克蘭裡面呢 好像呢 1917年呢 前這個俄羅斯帝國 因為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面 損失慘重 那麼就打打一下 就無端端就爆發呢 內亂 這樣就產生了蘇聯 其實烏克蘭呢 人呢 始終都是東歐人的性格 都是如果一場戰爭 打到真的太慘烈呢 烏克蘭會有內變 現在俄羅斯就看到呢 是盡量想促成 烏克蘭的 崩潰瓦解 一下在基庫 扎連斯基政權瓦解的話呢 俄羅斯就一下子收了整個烏克蘭的了 因為呢 如果你基庫 扎連斯基政權一崩潰呢 在哈爾科夫啊 什麼東西 什麼啊 呃 奧德薩啊 這些比較大的城市呢 這些比較大的城市呢 就可以一筆費出夫之力呢 可以收回 但是如果呢 扎連斯基的性權呢 不瓦解的話呢 攻進去哈爾科夫或者是奧德薩呢 是會很困難死很多人的 所以俄羅斯呢 基本上呢 就是慢慢打慢慢殺 就是這樣搞了 搞定了烏克蘭之後呢 俄羅斯不會這麼容易停止他的步伐的 波蘭不會死的 就當 就是滅了波蘭咯 是不是啊 然後德國佬那些反而看到你波蘭亡國的話 可能呢 就 波蘭呢 可能呢 第四次亡國的時候呢 德國和俄羅斯 德國和俄羅斯 瓜分波蘭都不頂了 是吧 就是說我講一下而已 但是 未來 十年 會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排除的 說了這麼多